政治人物呢 現在還蠻流行使用網路來宣導證件 尤其是臺北市長柯文哲 他的Youtube也就是影音平台 訂閱超過十萬之後 還有獲得這個認證哦 但沒有想到現在有一個人跳出來嗆聲 說他比柯市長還要厲害 這個人是誰呢 可能大家還有點印象 就是先前宣稱自己有所謂分身術的宋七利 現在對著柯文哲下戰帖 不過很驚人的是 我們進一步的去查宋七利在影音平台上 真的有一部影片 他的點閱率高達2.1億人次 也就是比那首當紅的小幸運 這首歌曲的MV 點閱率還要來的更高 一個鐵牌 鐵牌 這個獎牌二 這個美國來的很名貴 我跟你說你要送我這個 所有現金給我就好了 對台北上柯文哲而言對現更實際的YouTube獎牌 是官方網站地獄人數超過十萬人的證明 而向來被視為政治界網紅的他 這回有宗教界的網紅要來下戰帖 拿出放很久的金色獎牌要跟柯文哲大PK 因為看看兩人的YouTube頻道柯文哲33萬粉絲 但宋奇麗創立的大日宗訂閱人數直接破百萬 宋奇麗更強調自己的粉絲遍布全球 北京大學 對嗎 清大 清大 北大的教授 除了什麼大 他有也有 他有的教授 他有的教授 牛津大學 愛丁堡大學都也是 影片一出不少網友留言 直說點閱率實在太扯 其實早在去年五月就有網友發現 宋奇麗的一支步道影片當中 當時點擊率竟然高達1.7億 比華語圈最高點擊率單曲小幸運還要高 如今更來到2.1億次觀看人數 被網友戲稱是全台最強YouTuber 我相信將來2838 萬億到千萬 現在不知道千萬是什麼獎牌 什麼獎牌 那兩人選手的 那兩人選手的 一個談政治日常 一個談宗教信仰 因為點閱率意外隔空槓上 不免讓人啼笑皆非 大家都有辛苦 你辛苦我也辛苦 謝謝台北 綜合報導